有一架无人机捕捉到了一些神奇的东西 这些东西让很多人都感到害怕 这些东西本不该被人发现 但还是被人发现了 这是为什么呢? 本期视频探讨话题 这架无人机捕捉到了不该被发现的东西 昆虫 有人操纵无人机拍摄到了一只昆虫 这只昆虫应该是一只蜜蜂 由于无人机距离这只蜜蜂非常的近 所以无人机将蜜蜂背上的花纹拍摄得清清楚楚 这只蜜蜂身上有着黄黑相间的花纹 这些花纹有一种恐吓敌人的错觉 科学家们认为这可能是昆虫之间的社会法则 无人机排列 每当夜幕降临 天空中就会出现一些神奇的事物 有一个无人机团队 这个无人机团队 驾驶着无人机在天空中形成了美丽的图案 他们将不同大小的无人机整齐的排列在天空中 并且让无人机散发出不同颜色的光芒 将无人机排列在天空中会给人一种非常浪漫的感觉 黑色小怪物 有人操作无人机在庭院里拍摄到了一只黑色的小怪物 这只黑色小怪物看上去有一些恐怖 无人机并没有清楚地拍摄到这只黑色小怪物的门框 只是拍摄了一个虚幻的影子 人们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生活在丛林里的小动物 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有人故意制作出来的恶作剧 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 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定论 鲸鱼捕鱼 有一架无人机拍摄到了鲸鱼捕鱼的现场 鲸鱼是一种大型鱼类 这种鱼是一种庞然大物 它们的身体就像是一艘小型游轮一样 鲸鱼的游动速度并不快 但是由于它们的嘴巴非常大 所以当鲸鱼开始捕猎时 它们能够一口气吞下一堆重的食物 有人操作无人机就拍摄到了鲸鱼捕鱼的现场 鲸鱼张开大嘴 小鱼们纷纷进入了鲸鱼的肚子里 看上去非常的恐怖 海上小丑 小丑经常会出现在喜剧电影中 但有的时候小丑也是可怕的存在 有一位小丑 这位小丑驾驶着一夜偏周在海面上穿梭 有一架无人机拍摄到了一位小丑 这位小丑扭头看无人机的时候 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外星飞船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外星人存在吗 有人操纵无人机拍摄到了一架外星飞船 这架外星飞船看上去非常的可怕 通体呈现黑色就像是被一种特殊的油漆涂抹过后一样 这艘外星飞船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有人杜撰的 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定论 有数准备 感谢观看